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 那么呢,上一期视频呢,我讲的就是说 怎么计算狗狗这个 一天要该吃多少卡路里 然后呢,以狗粮作为一个事例 那今天呢,我就讲一讲就是 自制狗粮 那没看过我上期视频小伙伴可以 放上去看一期啊 因为那个,就怎么计算这个公式 大家在上一期可以找得到 那么呢,自制狗粮 和所谓的这个狗粮 它最大的区别其实无非就是 就是蛋白质,我们先讲这个狗粮啊 那狗粮它最大的缺点 其实无非就是说它的蛋白质 含量 就是相对来说是 相当低的,实际上应该这么讲 真的,就真的确实是挺低的 因为狗是 主要是肉食的一栋物 然后虽然说扎食的一栋物,它主要是肉食的一栋物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蛋白质 对于烫水化合物的需求并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狗粮没办法 价格摆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要过高的蛋白质 那个含量的话,那成本就会很高 再来就是也做不出来 因为你如果蛋白质含量太高的话 那那个就是肉了呀 所以它没办法做成像饼干那样子 所以说呢,狗粮大多数情况下呢 20% 到30%的这个 20%到30%的这个蛋白质已经算是正常水平 就是30%已经算是相对较高了 30%多肯定是更好 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就是 狗粮里面如果用大量的植物蛋白的话 那不是一件好事啊 就有一些什么厂家会说 我的蛋白质含量40% 但里面可能超过一半以上都是植物蛋白 那那个也不是好 那不是什么好事 那同样的狗粮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烫水化合物成分也是相对来说较高的 那这只狗粮的话呢 说白了就是你想要给狗狗多少肉都行 对吧 那所以三大营养数就是蛋白质 还有这个烫水化合物 还有这个fat 那蛋白质我用这个所谓的p protein 然后carbs用c 然后这个脂肪用fat 这主要是基本上最大的最重要的三大营养数 分别需要狗狗需要多少 那蛋白质 protein这肯定是最重要的 那需要多少呢大概就是50%到75% 然后脂肪呢大概要10%左右就足够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就是补上这个你的烫水化合物 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我到底是需要说50还是75 就完全看你的财力啊 完全看你的财力 那当然我这里讲的是成年犬 如果是幼犬的话 那这个蛋白质含量要更高 那以后再说 但是呢 就正常狗的话 那就是说50到75 这完全就是 纯粹看你的这个财力 如果你是不差钱的话 那就多给一点 拜拜 给到75%了 那如果你差钱的话 那就少给一点50% 那同样接下来 我又有以shadow为例子吧 shadow的话 它一天需要1200卡路里 1200卡路里 那1200卡路里呢 那我们就要备他这一天的这个 餐的这个分量 那接下来我们要稍微做到数学 不过呢 因为就是为了让这个啊 数学好做一些 所以我们就用1000好了 那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说了这个百分之75 这个地方 百分之75 我们用百分之75来计算啊 百分之75 最高规格 最高规格 百分之75来计算的话 也就是说 750的这个卡路里 是需要 呃 是需要是蛋白质 然后呢 这个有100的卡路里 是需要是这个脂肪 那剩下的150卡路里 是来自这个 是这个套水化合物 那你要怎么去计算这些卡路里呢 很简单啊 其实他们的一克的蛋白质等于4卡路里 那我这个数学做一下 来计算机做一下 就是4 750 呃 除以4 那也就是说 虾头一天大概需要吃到187克的蛋白质 其实这讲实话 这真的很多啊 那虾头一天需要吃到187.5克的这个蛋白质 因为他是大狗 所以大狗是真的是需要吃很多 那 然后同时呢 虾头还需要这个所谓烫水化合物 那烫水化合物的话 那也是一样的 那烫水化合物也是一样的 一克烫水化合物等于4卡路里 所以虾头一天他不需要多 就大概只要37.5克的这个 烫水化合物 那脂肪的话就不太一样了 脂肪的话是每一克的脂肪等于9卡路里 那虾头这样子算的话就大概他需要吃11克的脂肪 好 那这就是下的一天 呃 三大营养素的需求 那我们又怎么样知道 就是说啊 那狗狗我们现在要吃多少 你知道 卡卡卡卡路里啊 什么东西 我但这个东西不同的食物有不同 就是他他不太一样 但都差不多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算得那么的死啊 我只能这么讲 那我们就以肉来说的话 肉其实讲实话挺贵的 但是呢 你可以买点便宜的肉 比如说像鸡胸肉那种 激动的鸡胸肉 才 那Costco里面好像 Walmart里面有的时候是卖2块钱一半的那种激动鸡胸肉 其实就就可以 如果你真的要选择自制狗粮 我不选啊 因为首先是太麻烦 第二就是 对价格还挺高的 如果你家狗是有减肥的需求的话 那我才会建议说他用自制狗粮 因为毕竟狗粮里面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烫水化物太多了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狗粮给的又不够的话 那他可能又吃的就是营养不良 所以说呢 除非是狗狗需要减肥不良的话 还是别去搞自制狗粮 我只是科普一下而已 那么呢 187.5克大概是 多少肉呢 就这么算就好了 那大概呢 每一盎司 就是美国那个盎司 那个 公斤 那个克 我不太懂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那美国的一盎司的鸡胸肉 等于 大概 生的 我这里都讲生的 熟的话因为 熟的就讲实话 如果你用水煮的 你用煎的 或者你煮太熟 他他重量都不太一样 不好计算 那生的话呢 那大概就是 一盎司等于 写下 一盎司等于 五克的蛋白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夏的一天要吃很多肉 那 187.5 除以 五 所以夏的一天需要吃掉 三十七点五 的肉 所以讲真的就是说 如果你用 就是 给狗狗真的喂 自制狗粮的话 挺贵的 但如果呢 你又想自制狗粮 你又不想放那么多肉 讲真的 那你还不如直接给他吃狗粮 狗粮做的那些营养价值 什么东西 远比你做的要来的好多 人家是装业做给狗吃的 一些大公司 人力物力资源 全部开发一款狗粮 就是给狗吃的 你绝对不可能做的比他好 你唯一能做的比他好的 就是你蛋白质含量更高 就是更自然更天然 对 就是除非你自己肉多放 至于烫水化合物吧 大家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下 就是 属于shadow这里 大概就是四十克的烫水化合物 四十克的烫水化合物 一般来说 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个cup的 玉米 或者一个cup的这个 南瓜 地瓜 这些都是狗狗很好的烫水化合物的 的来源 大家都可以选择 大概就是一个cup 大概等于四十 如果你家狗只需要二十克的 二十克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半个cup 就大概这么爽就好了 那脂肪很简单了 脂肪这个是最简单的 大家可以用鱼油肯定是最好的 如果大家没有鱼油的话 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用鱼油 没有鱼油的话 大家可以用这个 椰子油也是也是可以的 也不错 但是鱼油肯定是更好的 至于这个重量吧 就很简单了 就是你把你家里如果有那种食物秤 你就倒进去好 好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释放一下 如果是自制狗粮 我怎么给shadow备畅的 好吧 来 好 那么这个shadow现在他没有这个减肥的需求 所以我 基本上我是 就已经没有给他 就是自制狗粮了 很少了 那shadow的自制狗粮呢 最重要的 我已经刚才讲了 如果你不给他足够肉的话 你还不如就直接给他吃狗粮就完了 没那么简单 你需要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食物秤 食物秤的话 亚马逊这边有很多 我随便放一个链接链接 在那个视频简介下面 大家可以上 上网站 食物秤这种东西 我帮你们都有嘛 很便宜的十几块钱一个 然后呢 以刚才我们做的这个计算呢 shadow 一天大概要吃掉将近就是40盎司的这个肉 但是呢 要分两餐嘛 所以说他一餐大概需要1718盎司这样子吧 对不对 好 大家不用其他不用计算那么死啊 你就大概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生牛肉啊 生牛肉 那这个生牛肉这样子一条 就是shadow 原本是这么高一条的哈 这样生牛肉一条 刚好就是shadow一天的这个肉量 所以 这这样子 呃半条 就是他一餐的分量 但你说贵吧 其实还行 这样一条大概是5块钱 那刚才那个是专门给狗狗吃的生肉 那生肉这种东西吧 其实只要经过冷冻杀菌食都ok了 那当然先提是你家狗狗有这个吃生肉吃光 或者你是把肉煮熟嘛 那给大家就是特写一下看这个 这一旁肉就是shadow今天的狗狗食物 然后他的重这个这盘肉重量是15.9 大概就16样式就差不多 假的一天的这个狗 呃一天的这个肉量就差不多这么多 对如果你要自制狗粮的话 你最好是得这样 不然的话 吃狗粮去吧 当然如果财力不够好的话 50%也是可以 就是生肉饮食的50% 低于50%的话 真的别浪费钱了 就吃狗粮 好 那他的烫水化合物呢 主要是这个地瓜 那也就是所谓的芳薯 那我做芳薯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它chop chop chop 然后呢 保健食一盖里面加点水 放这个放胃部里面叮五分钟 就熟了 好那给大家释放一下啊 那这个芳薯呢 那在生的情况下的话 那大概就是 呃 每200克是35 35 这个烫水化合物 那 简单啊 分一半了 那那那 那虾斗一天需要 大概3738克的烫水化合物 那也就是说我大概只需要 给虾斗像100克的 呃 他随后 100克的这个地瓜就行了 好那这里的地瓜呢 就差不多了 就是100克 那接下来就简单了 你就稍微把它 啊 啊 掰掰碎起片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再往里面加点水 对吧 那往里面加点水 然后保鲜纸盖上 然后放到我微博里面叮五分钟 就可以吃了 同样的这个狗粮的话 你蔬菜也需要一点 那蔬菜大概需要多少呢 就是就是平感觉 这个蔬菜没有说一定说 需要多少的 但是 就是大概你整餐放的那个量 的十分之一就行了 就是像虾斗这样子的话 大概随便丢丢丢幾个胡萝卜 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去买那种极顿的胡萝卜 就好 这样随便拿一点 然后呢 就一起叮 叮完之后 大家只要记得不能太烫 叮完之后 一定要拿冷水 泡一下 让它降温 你不能看到你的狗 然后随便拿一点胡萝卜 拿几片 也就放里面 然后放里面一起叮 就叮它五分钟 再微博了叮五分钟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给个狗吃了 所以虾斗一天要吃 对 一餐就要吃掉这么多 所以这只口粮 假实话 挺贵的 我大概算了一下 包括肉 包括蔬菜的话 虾斗一天的口粮 大概需要 五 一天的口粮 大概需要五块多吧 五六块吧 我就当 就当六块钱好了 而且最近美国物价 你知道疫情之后 物价疯涨 所以现在肉也变贵了 所以现在五块钱 还够不够还不知道 那希望这个视频呢 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我就把这个拿来盯一下 然后到时候搅拌在一起 最后一个东西还没讲 就是鱼油 鱼油也很简单 刚才有说嘛 下车一天需要吃11克的鱼油 那反正蹭在这里了 然后呢 你把它清零之后 就往里倒就完了 好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那下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 把狗粮 就是狗粮能不能跟这个 自制狗粮混在一起 还有就是该怎么混 好 那我们下期见 下轮咯 下轮咯 下轮应该开心疯了 因为我现在喂他 很少有这样 喂这种纯的这种 自制狗粮 那因为大多数 我哪怕要喂他一些肉啊 生肉啊什么的 我都是会跟狗粮混在一起 下期教大家怎么做 好 下轮 下轮 下观看 几股 下月 下温 唇